以色列3号的凌晨再次空袭黎巴嫩 白宫证实 一名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公民丧生 这也是首次由美国公民 在这次的空袭当中遇难 美国总统拜登3号表示 美国不会授权以色列报复伊朗 而只是提供建议 目前双方正在就 以色列是否袭击伊朗的石油设施进行讨论 即美国总统拜登2号明确表示 不支持以色列袭击伊朗的核设施后 他在3号称 美国与以色列就是否袭击伊朗的石油设施展开磋商 拜登此分言论导致美国 基准原油价格上涨5.1%至每桶73.71美元 创下以色列对哈马斯开战一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华尔街日报引述分析师的观点称 中东爆发更大战争的风险取决于以色列的下一步行动 而随着美国总统候选人试图赢得厌倦通胀的美国选民支持 能源成本可能再次成为焦点 美国国务院当天表示 对于以色列下一步行动 美国与以色列保持沟通 但不会公开发表评论 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战火扩大 美国政府在过去两天安排包机 帮助了大约250名美国公民及其家人撤离 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还准备好 对在黎巴嫩的美国人提供贷款 帮助他们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或者乘坐包机离开 美国国务院证实 根据美国法律 乘坐政府安排包机的人员 需要支付最高283美元的费用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时中报道